哈喽,你好,我是小方块 你有密集恐惧症吗? 密集恐惧症顾名思义就是 看到或想到密密麻麻的东西聚集在一起时 就会感到恐惧、恶心、反胃、头晕、头皮发麻、齐齐皮疙瘩 轻重程度因人而异 你有想过为什么人会有密集恐惧症吗? 明明只是一个视觉上的冲击 对你的皮肉不痛不痒的 为什么会让你的心里遭受到这么大的痛苦 我认为就是大自然的反复 你有发现到在你切水果的时候 里面密密麻麻的种子让你浑身难受吗? 当你在初学时期读到植物学时 里面的脸蓬会让你感到奇痒无比吗? 根据我在网上查询的资料 这一段很长要念很久 1.地球上有许多有毒动物的表皮 都是密集的排列图案 例如眼镜蛇、河豚或毒蛙等 因此人类可能对这种图疼出现强烈的反应 作为保护自己免受伤害的一种方法 2.如麻疹或天花等致命的疾病 会使皮肤出现圆形的皮疹 所以密集恐惧症 也可能是人类为了避免生病而发展出的反应 好的 那接下来身为完强的新生代人类 为了克服这所谓的大自然的反扑 我今天决定以身作者 来克服这个密集恐惧症 我来上网搜寻 密集恐惧症的图片吧 卧槽 才5分钟而已 好短喔 OKOK 那就开始吧 密集恐惧症 测试 我们本来说 直接就得了 我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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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的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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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行 我觉得我不行 我真的不行 这个 这个是 跟我开玩笑 这个 这个我 真的觉得是真的恶心 我几个屌 我要克服我的恐惧 我真的不懂 做这个图片的人到底是 巨星何在 这个屌 这个真的屌 这个好像那种面包被吃掉 那种感觉 这个其实还好 这个也还好 这个这个我像 我在哪里看过这个人 Ondepo 那个他长得有点像14 半分钟了 再测一下 我点进去 我这个点进去看是吗 差点是测试 这个 这个其实还好 这个 这个恐怖 这个也还好 这个也还好 这个 脚上 脚上升壮石 升金 升金体 蛤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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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 有几十个 是吗 完蛋了 我今天完蛋了 我今天会完蛋 哎 小小 哦 哦 买 这是猪 哦 干 哪 不理啊 这个 这个人是干什么 为什么他有字幕什么字 我装进皮肤 干 你哪 啊 咱 咱 咱 我记得我现在有 啊 真的 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 对不起 我相信这种东西看之后就会克服了 我现在好像有听过什么玉米狼孩 是玉米女孩这样 这个没有 应该是玉米狼孩 这个 画风是相当恐怖哦 我记得还有什么 嗯 技巧 再车四分钟是吧 还有什么了 干 我还要想什么去 我还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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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要去想要找什么可以拧 虐待我的图 土片哎 超 木瓜 对我是看到木瓜 的种子 才想到拍这个影片呢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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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我这有点痛痛了 是不是要死掉了 什么东西 这是木瓜子 这个 这是木瓜子 这不是我认识的木瓜 哇这个好整齐哦 其实这个还好 这个就蛮整齐了 不错 我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啦 脸蓬 这是我从小到大 最大的噩梦 每次到科学课本里面 我最怕的就是看到它了 密集恐惧症 最怕的植物 脸蓬 哇 怎么会有一个植物长这么恶心啊 蛤 为什么啊 这在脸蓬 什么外星生物啊 这个 我觉得这不是地球上该有的生物 它可以灭绝吗 它有什么益处啊 尽管帘子好吃多多 但并不适合所有人 什么并不适合所有人 地球人就不适合它 这种东西就应该消失了 这个地球上面 十五分了 来 我 最后一次点开那图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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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最可怕的东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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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影片就这样了 如果有喜欢的朋友 如果想支持我 再对我吧 拜拜